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格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 至少对我来说表格设计经常是非常困扰我的 我觉得非常难 那有学员会问 就是如果他想基础开始学的话 应该学什么 我觉得跟计计相关的话 基础学你就开始学typography呗 连drops都是辍学前也学了typography嘛 所以可见字体是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字体课程里面所包含的那些点 线面的设计啊 包括字体的选择 字体的大小 字体的hierarchy 然后这些都是跟表格有关的 表格也是typography里面非常大的一块 因为它很难嘛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得慢慢磨 不是说我一天就能学会 或者是渗透 理解表格的生存含义的 然后这边有三个bullet point forms are one way for a user to communicate with a system 就是字面意思啊 就是表格就是一个用户 跟一个系统交流的方式 这个最简单的来说 大家都见过快递表格吧 大家知道快递表格很复杂 信息很多要填 然后有时候上面的信息不是很清楚 又很难填 有没有觉得 然后只有经常用的人才知道 不经常用的人并不知道 那其实在form当中有很大的一块 像包括国家政府公正之类的 包括医院里面都会有大量的表格设计的签 就是摄入 然后呢设计我的意思是 然后呢特别像医院这种啊 这种表格他们都是请很出名的设计师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还依然这么丑这么难用呢 所以可见表格是有多难 那不是说每家医院都会请大设计设计 但是很多出名的机构都是真的请非常专业的 typography的那种artist去给他们设计 最简单的form 然后最有效的一个form 其实这非常难 因为你并不知道人们的填写习惯 有一个非常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梗啊 就是之前因为Bush 大家都觉得他是个idiot嘛 然后当年选票的那个表就设计的很烂 大家都以为 大家都有人说是因为那表格设计的不好 大家都选错 不知道够左边还是够右边 结果够了不是自己想选的人才把它选上去的 但anyway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但是可见表格是一个每个人用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习惯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埋怨的一个东西 所以重口难调表格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话就是 就是either你设计好的表格给你很多用户 然后onboarding很简单 给你赚大大笔大笔的钱 大家都一夜暴富 也有就是让你损失很多钱的 这个非常好理解吧 我觉得这个因为表格的话 你包括注册登录表格都是很重大的一块 包括你check in的银行卡之类的 然后你要购买东西啊 然后你要付卡付信用卡 然后填写快递地址啊之类的 全部都是大量表格填写 然后这些东西就生活中无处不在 非常重要 getting them right is hard 这里不是英文课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难啊 我就是觉得很难 我我觉得大家在设计表格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作为一个设计师 需要经常的思考 但你做设计做决断的时候 需要慎重的思考 那我也是劝劫自己经常要思考 我到到现在都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能够完全的思考那些东西 所以到现在 form 点赞还是没有很进步 但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form 真的是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但是我在这边说的form的话 还是以digital form为主啊 如果你要想从print开始做form的话 我也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那个是设计的根本 好 我找了一个eBay的一个 一个不是不是sign in 是sign up的一个process 然后我就截了一个评给大家看 首先呢这个是label 也就是他告诉你啊 这个表是干嘛的 这里是姓 这里是姓 这里是名 这里是inport field 就是你就填进去的嘛 然后email password之类的 然后这边有个主要的action 在这边左下角 大家说 咦 这边也有个action 这边是在右边的 可是它颜色是浅的 所以它是一个secondary 它并没有那么吸引你注意 反而这个比较吸引注意 所以它是primary action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action 是让你submit 那这边还有这个action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错误点击到注册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有登录的选项 就是当我进来时候 我点错了 我并不是要退出重新来 而是我这里有另外一个尺道 可以进入sign in 那这边还有个error message error message就是什么呢 error message就是说 它是一个inline hit hint或者是tips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所有的用户都不想说 把表格全部都填完 然后再帮你说 不知道哪里填错了 我必须返回去重新填 那我肯定会抓狂啊 所以在你填 比如说密码的时候 你打打打打打 那已经告诉你 这个不符合我们密码的规则 然后并且告诉你应该怎么写 这种就是及时地修正你的错误 把你的登录流程 修到最简短的时间 最有效的一个填写表格的一个使用体验 这个是这也就是所谓的表格设计啊 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几乎所谓的表格 只要稍微设计过的话 都应该是有这些error message 提示你的功能的 我最讨厌那种填完一堆表格 然后告诉你 你的表格填得不符合规则哦 然后也不告诉我怎么修正 这种就是感觉 就是可以直接掀桌子的那种 是不是 然后还有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它是默认让你到personal account 然后如果你是商业用户的话 你是还可以再开一个business account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可以跟那个支付宝对比啊 支付宝进去的时候 就是个人版企业版 然后两个大button在那里 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 那我假设如果支付宝的用户 70% 就算是60%好了 所使用的用户量 都是个人账户的话 为什么要放一个button在那里呢 你就默认的进入个人账户 当你是商业就是企业用户的时候 你再给一个button就行了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使用的时候 是可以少按一下的 在所有的产品设计的时候 或者是mobile设计的时候 少按一下 知道是多少个million吗 是多少个百万吗 所有的步骤 能少一下就一下 除非是有特别的理由 你不能少那一下 否则你会给自己的那些用户 那个用户量的一个数值 你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的 就光这一下就可以改变很多钱 所以大家设计的时候 还是要报这个宗旨 就是说这个流程要短 要简洁 要明了 信息最大 最最短时间内 掌控最精准的信息 我不要你快 然后给我一堆错误的信息 那也没有用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表格的 这样一个介绍 接下来就是一个text entry 就是其实跟刚刚刚才是一样的 就是告诉你怎么输入的嘛 然后这边是等于是一个hint message 然后这边的checkbox 多选框应该叫checkbox radial button应该就是单选框 然后inline form跟刚刚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inline form的话就是 比较节省空间 然后你的space line什么的 就是当你做一个非常复杂的表格的时候 你当中的space是可以节约很多的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灰色的暗示在里面 告诉你这个框 应选框 就是告诉你啊 我要填email的 你blah blah什么qq.com whatever 你就可以填在里面 然后你填的时候这里面的字就会消失 唯一的好处就是节省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create 这也是另外一种格式 没有说inline和非inline 没有说什么好或不好 根据你的设计 选择你应该需要的表格 然后horizontal form就是 字面意思就是那种平行的 然后它就是方方正正的 把这个tag或者是label 是掉在外面的 然后你所有的表格 或者是inline 那个text entry都是对齐的 然后还有dropdown menu 这个的话 在表格当中非常常见 然后在navigation上也非常常见的 这个group button group button的话 这个网站上用的也非常多 当你有不同的navigation tourbar的时候 还有一种就是在手机上也用的非常多 特别是苹果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那我们 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做个比较 如果我现在一个手机应用的app left middle right 我和我做这个dropdown 就是比如说它写一个menu 然后呢 你点这个三角形的时候 它下面就是给你三个选项 left middle right 一种是这样的 看起来比较干净 在整个界面里面就只有这上面这一块 只有点了它才会展开 还有一种就是全部铺在外面的这三种 大家觉得如果做一个导航的话 这两种哪样好 在手机上 三二一 好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好 而且这个好还不是一点点 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就是很多app嘛 他们因为app都是要做测试的 那app的话 大家看如果像我最近在用instagram的话 它每隔几个月都会有更新细节 就比如说把菜单从这个转成这个 然后再从这个转回来 instagram最近就是把他们一颗小的爱心 变了一个那么大的爱心 sorry 心裂了 变了 变了一个这么大的爱心 然后其他都没怎么变 然后把comment 一个小的comment 变了一个空心的 那么大的comment 就是 就仅此而已 但是它做这样的改变是一定要的 因为一个是给用户一个新鲜感 还有就是根据他们 就是一些那个tracking用户的资料 看就是大家 更加怎么更加吸引更多的用户 所以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测试 就是当他们以前的那个菜单是这样的嘛 然后他们放到group button 全部列在外面 然后这个用户量一下子飙升 然后他们觉得这样不好看 所以又转回去了 又设计的更好看 把它隐藏 那个菜单隐藏起来了 结果没想到 那个月的使用量 从他们隐藏菜单那一瞬间开始 那个app使用量就直线下降 也就是这说明有什么道理 就是 有一个look 这不是我原创的 这是一个look 一个product director说的 他说 obvious always wins 也就是说你明显的东西一定是赢的 因为这一层菜单 就比藏起来菜单要明显 所以用户知道这个选项是什么 就会直接点 根本就不需要点一下 再进去选 所以导致大量的用户 都完全倾向于这样的action 他会去做一个交互 他会去点 也就是说 他使用率高 然后左边的话 就已经完全没有人用了 这个也就是说 完全数据告诉我们 obvious always wins 你把button之类的 一定是最好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全部展现给你的用户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他能直接 就是缩短你跟用户的engagement 他直接可以去操作 直接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而不是把 为了美观 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所以我是强烈推荐 在那个排版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把你的button 做成group button 所以apple这样做 也是有道理的 他们以前也是 把这个藏起来的 现在全部都展开了